球兰黄叶 钓叶 生长缓慢 不开花 削花苞 从这几个方面找原因 球兰开花非常的漂亮 近几年也是深受广大花有喜爱 它可以垂钓 可以爬藤 养得好的话可以爬满 整个爬满一面墙 做一个漂亮的花莲 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么有的花有说 为什么我养的球兰容易出现 不开花 长得慢 还黄叶 钓叶的一个情况 我们先从这几点找原因 第二 有没有浇水过量 球兰的话呢 它对于湿度的变化非常敏感 如果水分过多的话 就会导致叶子发软 我们等到土壤干下去 两三厘米再去给它浇就可以了 第二个 它是一个比较怕冷的植物 如果温度突然下降的话 一定要及时的把它搬到室内去养护 第三个就是缺乏光照 它是非常喜阳的一个植物 如果长期缺乏光照的话 它的表现就会出现叶子发黄 不生长的一个状态 不开花的一个情况 虽然喜阳 但是不能够暴晒 夏季呢 一定要去给它遮阴 第四个就浇水的这个分量 春秋两季的话 一个星期给它浇一次就可以 夏季水费蒸发快 看到土壤干了 及时的去给它浇透 第二个就是肥料的选择 肥料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给它试一些开花肥 磷酸二青甲 粗花它才能开花更多 做好这五点的话 开花多 叶子不黄不软 晚安 谢谢观看 晚安 感谢观看